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3年的大学生入职仪式正在赛罕机械林场里举行 对于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说 赛罕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61年前也是在这里 127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大中专毕业生 响应国家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了赛罕 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进军罕上 从此三代赛罕人用他们最美的青春创造了一个奇迹 把茫茫荒原变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 并先后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视奖和土地生命奖 为世界荒漠化防治贡献了中国方案 赛罕是一个光荣的机体 是一个优优人优秀的传统 最后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团成和红阳好赛罕精神 在赛罕二次创业的大舞台上 展示你们的青春风采 谢谢大家 赛罕是猛汉河碧雨 意思是美丽的高陵 它位于河北省成德市北部 内蒙古高原浑扇达克沙底南源 历史上这里曾经水草丰沛 森林茂密 是皇家猎原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 这里却成了黄沙遮天日 飞鸟无栖树的荒原沙底 浑扇达克沙底到北京直线距离 只有180千米 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园 20世纪60年代初 面对封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 国家决定在塞罕坝建设大型林场 恢复植被阻断沙园 于是塞罕坝的第一批创业者 响应国家号召从全国各地奔赴坝上 今年84岁的天津人 他专业不对口 让人种源不适应的 不只是专业不对口 还有恶劣的环境 塞罕坝年军积雪七个月 早期由于房子不够住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极为简陋的窝棚里 一到冬天窝棚也变成了冰窖 大家只能把石头烧热 放在被窝里取暖才能入睡 缺少粮食就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 没有水就喝血水和沟糖子水 如此恶劣的环境 都没能让塞罕坝人退缩 但是连续两次造林失败 却让大家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 有些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两次这些造林 六二年 六三年都没成活 当时的情况挺严重的 如果再造林不成功的话 当时那厦瓦的气氛 好像都挺吓人了 就在林场人心惶惶的时候 第一任书记王上海等四位厂领导 却把家里的老老少少都接到了坝上 安下家来 这个举动一下子稳定了 全场职工的心 王上海带领大家认真分析失败原因 最终成功地培育出了 优质的落叶松壮苗 所以总裁党委阻止一次马车瓦会战 到底看看塞罕坝这个地方 落叶松能不能成活 如果它也不知道成活的话 真是够情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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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